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铁串更是一脸的妈妈皮 为了让富贵回到自己的身边 而铁串就准备向大串求助 然而这一进大串的化妆间 铁串就辣眼了 不过为了夺回富贵 铁串也没想太多 他告诉大串 其实富贵有妄想症 老幻想自己有啥超能力 前一段时间 那是刚从精神病院里放出来 显然忽悠小芳 那是因为他又病了 所以铁串拜托大串帮助他 大串那是欣然同意 然后铁串又找到小芳 告诉他富贵是在骗他 然而小芳那是一个字都不担心的 还表示自己和富贵那是有照片为证 然而这张照片吧 那是十分的糊弄事 你确定这张照片不是后年呢 我生气思的我还不知道 但是你俩这衣服是不是不一样 富贵告诉我当初生气 那就是因为我俩因为穿啥出门 发生了分歧 那给铁串噎得是无法可说 正当铁串准备继续说点啥的时候 富贵出现了 没想到你是这种铁串啊 得不到我的美色 那竟然和大春和火把我给开了 你就死了这份心吗 你看我家小芳那除了脸愁的 哪一点不比你强 再缠着我就让你尝尝我 怀孕的小眼神 说完拉着小芳是就想走 然而这个时候房间里 所有的门都突然关上了 原来真正有怀孕的小眼神 呸超能力的是铁串 以前只要富贵受到欺负 铁串就会默默的使用 超能力帮的报仇 你说你这做好事咋不留名呢 但是现在为了夺回富贵 那铁串也是火力全开 当场表示你要不说爱我 那我就让小芳死给你看 富贵只好服软 表示我爱你 王后趁着铁串发呆 是一把夺过凶器 而此时其他养员也正好进场 铁串就表示诬陷富贵杀人未遂 其他养员是信以为真 吓得富贵就想溜至大吉 王后被突然出现的大春时 一敲撂倒 于是昏迷的富贵就被铁串带走 另一边醒过来的贾美丽 发现孙永发的脑袋掉了 赶紧抱着娃娃往医院跑 一边跑还一边喊呢 救命啊我儿子头断了 给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整得挺紧张 然而正当医生打开被单 那脸色就跟被狗扔过一样 但是贾美丽依然是逼不扰 一路还在有救吧 有救 那就给真线缝缝就好了 这让贾美丽是十分生气 而贾美丽没死眼 孙福子和三鸭是彻底慌了神 正当俩人在电话里互相指责的时候 贾美丽成功偷袭了三鸭 就人贾美丽这个盾位 这个体格都能玩潜行暗杀 你说你还狂战无双 是不是顶尖丢人的 贾美丽还偷了一辆救护车 就直奔自己住过的乌鸦领精神病院 准备在那里用三鸭的血 让孙永发变成真的婴儿 与此同时巨根也有了新的动静 巨根想独吞娃娃还有所有的钱 于是站在姐妹花睡着之后 就想拿钱开聊 但是姐妹花这吨位和体积它比较大 不仅前妹拿到手 还把姐妹花中的一个给弄影了 为了不至于穿帮 巨根是勇敢进行了自我牺牲 伤起就是一口 直接把姐妹花给啃蒙了 然后巨根还表示 没办法 你长得太漂亮 让我情不自禁 但是这也吵醒了姐妹花中的另一个 于是姐妹俩那是发生了争执 因为没被啃的认为巨根之所以啃了被啃的 那是为了钱 巨根为了自证清白 转手就把装钱的背包丢出车外 表示钱不重要 哥 看上的是人 然后做事就要开车 姐妹花一看那就虚了 毕竟口味如此奇特的难淫 她不好找啊 然而就在以为找到了真爱的姐妹花下车拿钱的时候 巨根是开车就了 我们的巨根那多鸡贼人啊 人的钱袋根本就没愣出车外 而是挂在了车门上 姐妹花是人才两师 老惨了 按照鳄鱼新买主的地址 巨根也来到了乌鸦岭精神病院 并且很快就在因森的医院中发现了潇洒鳄鱼 然而正当巨根以为东西到手跟那儿美的时候 房间的门却被关上了 而关门呢正是住在这里抽血的假美丽 被困住的巨根之后给熊大爷打电话求救 而自从知道匿名信和自己没啥关系以后 哲鲤那是开心的一笔 那真是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去养老院演出的他不是善日了 即使老头老太太各种的捣乱 但哲鲤依然是神清气爽 然而正在他表演魔术的时候 咖喱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哲鲤吗 我俩消息要告诉你啊 好消息是 是谁写的匿名信 我查的八九八历史了啊 坏消息是 这人他是个疯的 是个说暴力巨花就暴力巨花的主了 号称是有暴脱 无放过 我这就去你家得找你啊 咱俩得合去合去在事 哲鲤一听呢 就是巨花一锦 就想赶紧回家 然而服务双制是祸不单行 先是一个大妈趁哲鲤打电话的时候 用道具手铐把自己和哲鲤鲤 靠在了一起 往后一大爷又摸走了 手铐了腰上 在哲鲤惊恐的小眼神中 给吐了 养老院的员工表示你啥时候能走 直接取决于大爷啥时候便便 而咖喱早就跟哲鲤家门口转悠了 然而我们哲鲤那也是一狠人 不开就不开 拉着大妈一起回家了 结果一到家 哲鲤杀眼了 因为活的咖喱没见到 死尸倒是有余句 而这正是咖喱 大妈表示 这就是为啥不让你们玩塞了蛋 然而还没等哲鲤说啥 外边竟然传来了电锯的声音 哲鲤赶紧带着大妈藏到窗帘后边 往后进来的正是神秘的黑衣人 黑衣人进屋后不仅砍下了咖喱的脑袋 往后还报警栽赃哲鲤 等黑衣人走后哲鲤才带着大妈出来 而尸体上哲鲤发现了个带有自己的纸片 而上面的线索同样的指向了乌鸦领精神病院 另一边三胖同样收到了信 在看到钥匙的瞬间 就再次被容萌萌的恐怖记忆所支配 然而三胖妈对此毫无察觉 因为她正在策划着最后的谋杀 由于对三胖勒死的手段并不满意 三胖妈决定整个人肉BBQ 那连配菜都买好了 就差肉和烤炉 但三胖却不想再杀人了 还让她老娘也收手 但她老娘表示 差一个就召唤神龙了 怎么可能半途而废 做人要有始有终 你不杀我自己杀 三胖就威胁说要自首 但三胖妈知道三胖至上千费 根本不相信三胖自首 把三胖所属里就出去买烤炉 然而在商店里 三胖妈竟然遇到了最后一个目标 女店员 女店员也认出了三胖妈 上期就是一顿热情 而不是尴尬的聊天 女店员表示 虽然三胖的谋杀搞得挺麻一态 又是擦血又是摩屎子 但还是很欣赏三胖的表演 这时三胖妈才意识杀错人了 三胖所说的谋杀 只不过是表演 并不是真的杀了人 得知真相的三胖妈是万念俱灰 为了不让自己和三胖进监狱 三胖妈决定带着三胖一起自杀 吃完面药的三胖妈 拿着枕头就准备捂死三胖 然而摁了半天才发现 床上的只是个假人 这就十分的尴尬了 因为安眠药已经开始生效 三胖妈是瞬间倒地 而此时的三胖似乎同样 在朝着乌鸦岭精神病院前进 本集完 那么乌鸦岭精神病院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秘密 黑衣人又究竟是谁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